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我们无法预计Netflix能否在未来10年继续保持这样的增速 但如果要回答其增长 是否有镜头这样一个问题 或许还可以换一个维度 来看看平台的流测能力 数据显示Netflix的用户流失率保持在9%左右 这个近乎奇迹的数字是如何实现的呢 作为一家订阅服务提供上 Netflix每月都面临着用户可能选择取消订阅的风险 提供了用户愿意付费观看的优质内容 当然是首要的因素 而上星通知连续包月优惠等 则是Netflix等流媒体平台普遍使用的留存手段 但除此之外 关注用户体验 让用户持续上瘾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下面具体谈一谈Netflix比较有代表性的用户留存打法 第一在功能上 Netflix一直很注重倾听用户的需求 并根据需求去改善用户体验 举个例子 2019年Netflix在安卓操作系统端 推出了倍速观看功能 为用户提供了0.5x 0.75x1 0x1 5x等不同倍速的观看选项 今年8月1日 Netflix将这项功能覆盖至所有端 据Netflix透露 这一功能的诞生是出于用户的强烈要求 同时Netflix表示这一功能将为听障人士带来弊异 通过降低播放速度 更多的听障人士将能更好的享受视频内容 倍速播放 在中国观众看来并不算什么新鲜事 在美国业内也引起了一些反对 因为这一功能破坏了影视内容的完整性 被视为对作品艺术性的伤害 但至于Netflix的产品体系和营销与竞价 这项功能最终却被升华到了以用户体验为核心 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层面 第二 由于成本的增加 近年来 Netflix一直在涨价 但是为了照顾和留住老用户 Netflix的最新定价一般都对老用户延迟生效 这是一项值得仔细观察的流程策略 其如何发挥作用呢 以2019年的一次涨价为例 当时CNBC曾报道 为了对视频内容进行更好的呈现 Netflix决定将美国地区的订阅价格增加13%至18% 基础服务订阅定价 由8美元加至9美元 高清和4K的价格 则有11美元和14美元 分别加至13和16美元 即便这一新的定价 仅针对美国这一成熟市场 在当时依然迅速影响了 Netflix的用户增长情况 而老用户延迟生效 在这时候承接了一些压力 产生了兜底和缓冲的作用 第三 在Netflix 有专门的团队研究用户的浏览和观看习惯 从而对用户个性化需求 进行最大满足 整集的用户量是多少 用户观看上一季与新一季之间 间隔了多长时间 用户在何处暂停和快进 用户给视频的打分 和用户的搜索词 是什么这些用户 画像已经十分成熟 比如在为纸牌屋推送预告片时 针对不同性别职业的用户群体 Netflix制作了不同的版本 除了以上这些 为了防止用户流失 Netflix还在不断进行着测试和完善 今年5月 Netflix宣布 将向过去一年未使用过该平台的用户 询问是否愿意继续保留他们的订阅 如果用户没有回复 Netflix将自动取消该订阅 Netflix产品创新 部门的负责人 Eddie Wu表示 对那些订阅了Netflix 但在过去一年 没有收看任何节目的用户 我们要求他们确认 是否需要保留会员资格 这一举措在一众推行 自动续费服务的平台中 显得不同寻常 看起来非常具有公益性 也彰显了Netflix 为用户着想的价值主张 但从留存角度来看 这本质上是一种唤醒策略 其理想结果是 提升平台用户活跃度 而根据Netflix数据 到2020年一季度 其一83亿的全球用户中 非活跃账号不到总数的0.5% 在新内容推送方面 Netflix也体现了一种礼貌的克制 目前用户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或者APP设置两种方式 关闭通知推送 Netflix表示 应该让用户不被打扰 除非他们并不反感 这些消息问候 总而言之 无论是拉星还是留存 Netflix围绕用户增长 建立起的一整套体系 在过去23年中 始终发挥着巨大作用 对于已经成为一种 文化消费符号的Netflix而言 保持增长依然很重要 但持续增长永远是挑战 不断激化的流媒体市场竞争 给这个奔跑了23年的巨头 带来了更多变数 但归根结底 掌握了用户 疯狂增长的规律 也就掌握了 这个市场的财富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